今天是3月22號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做復盤的動作 那復盤的標題目主要有 友達、寶城、靖國跟廣民 還有昌星以及光茂 那身風、智深、美食、KY 跟韓大平安以及中頂的部分 那這個成交的日期是2020年的部分 一直從4月中到2021年3月初的部分 大概一年的時間 前年的總損益在畫面上 那為什麼要做復盤的動作 其實我們可以就我們之前的投資的一些步驟 然後回頭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就當初基本面 其實如果沒有很詳細的 或是抽出一點時間去看的話 會發現 少考慮了許多東西 那在我們的友達的部分 就當目前的靜止筆 是大概是在0.87 那當初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那以當初的損益的部分 這些都是一些類似便當牆 那在身風以及恆大的部分 其實是在某一個網頁的網站的APP裡面 聽別人的推薦 那最後其實我們投機股的部分 那時候算投機股的部分其實是很大 很大你看 在當初其實有到 32.9% 那很恐怖的是 當初其實在 107.5元買的時候 其實 會想要再賺錢嘛 那 其實當初應該是在140幾塊的時候買 然後會想要賺錢 那 可是 可是 那只要賠16.2% 然後兩張的話 其實就是把之前賺的錢 其實就又 又回去了這樣子 那 不時薪的想要再多買一張 那 一樣 就是繼續再賠一個4%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 當初其實成交價的部分 在105塊的時候 我們可能 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基本面的部分 那 如果我們Key105塊 105塊的時候 其實它金子比的部分 其實到達3.15% 那我們看一下 3年的 3年的 金子比的部分 它其實都已經超過3年平均的 2.3%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從友達這邊開始看 目前 回頭 目前我們到今天的部分 它的金子比的部分 其實 呃 是0.87 那 作弱其實是超出3年平均的 的 PBR值 那 其實 歷年來的平均值也是0.84 也是超過的 那如果是以賺錢的部分來說 的PBR值的話 其實它看起來是 好像還蠻 蠻優秀的這樣子 而 實際上呢 有達 它近年來 比起歷年 跟3年的ROS 其實都是有 都是有往上增長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 就這三個面向 其實就這三個面向 可以做個記號 可以做個記號就是 它可以在後續的時候 可以再觀察 那在保存的部分 現在目前股價是31.35的部分 那金子比也是蠻低的 那在 當日的 PBR值 可以賺幾個 PBR值其實就是跟我們 投資的 賺的股份 是有相近 股價跟銀行的部分 它越小呢 代表它銀行越大 那股價相對的 是可能是比較低的 那在 近年來 跟歷年來的比較 其實它好像就沒有這麼的 它是座落在三年的ROA值以上 可是是在歷年ROA值 也就是我們的 盡力的部分 之下 那我們就是把 覺得比較有利的部分 我自己會把它 足跡起來 那盡果的部分 盡果現在目前是0.92 那因為我們 我在做一個 檢討的時候 一樣我們從 我們從這個 台灣股市的諮詢網 裡面可以看得到 它現在近年來 在一年的時候 基本資格建築一年的時候 它的PER值 以及我們的ROA值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理想 那我就 這支其實就 不用再深入的再去看過 這樣子 那在管名的部分一樣 它的ROA值 今年的ROA值 其實沒有 沒有太好的表現 比起地點其實也是 差距蠻大的 那就不用再 持續的去觀察它 或是副版它 長青的部分 是2.13 它近距比比較大一點點 那就 3月21號當日的PER值 它其實也是 沒有小意思 那在ROA值的部分 是有越來越賺錢的感覺 所以可以 這個值可以 就是大概滿了一下 那原則上 我沒有兩個 我沒有兩個 觀察的指標 比較好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也是不太需要去做馬克的動作 好 那身風的部分 142塊 當初我們在 當初身風的部分 其實有 有進塔跟出場的指標 那分別是 賺了1萬4跟3萬3千9 那這個 那時候也是把它當作 投機服來 來進出的 可是實際上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靜值筆在上 你的 靜值筆下 那 那 而 PER值 我們的英語 也是滿 感覺也是滿好的 那 甚至比 我們剛才看過的 保存 還要好 那在 我們的ROA值 哇 這個 以10來來看的話 它是低增的 那這個 其實是很 感覺好像是一個 非常好的 一個 可以 繼續觀察的 一個標 可以 可以觀察的 一個 之前買過的 一個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在自身的部分 它的 靜值筆 也是 小於 三連平均的 PBR值 那 PER值 可是沒有小意思 而 它的 ROA值 沒有小於 一般人家常說的 要大於7的 一個數值 所以這個就寫 這個就 先做記錄 美食KY的部分 當初美食KY 我們是賣在最低點的部分 賣在86塊 所以這隻很有感覺 然後後面就開始漲上去 就是不要漲上去 到 100多塊 好像130幾 還是140幾 那 在 可以看得到 在 麗蓮奶的部分 它 最大有到 看一下 近三年 那最大 它的股價有到 201塊 其實 其實 就是 賣到 八代股的部分 那 近支筆OK 可以觀察 然後 它是 沒有 英語沒有那麼大 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 就是 就是 ROA值其實有 註明下降 那這個 黃色的部分 就把它取消掉 那在平安的部分 近支筆也是在三年之下 那可是 它的那個 英語 確實比較小的 雖然它的ROA值 感覺還不錯 但是 這個就不用再 MARK 而很大的部分 它的近支筆的部分 也是 在三年之下是OK的 那我們現在目前 因為 英語的部分 看起來是 跟股價比起來的話 好像是蠻 可以觀察的 那 而且它的ROA值 其實是 近年來 從一年三年到一年 近年 它其實是有在往上 那之前看過 感覺是投機股 那我們鑽也是他 然後賠也是他 那我們這個也是可以 繼續再觀察 那 今天副盤最後一支 是中頂的部分 中頂的部分 我們可能看一下 它現在其實近支筆 已經超過三年的 平均的PBR值了 那 它賺錢的英語的部分 也是大於10的部分 而它的 近年來 它有利潤幾支 近億有往上的部分 可是我們現在還是 不用太 太去觀察它 那我們總共有 目前總共好像有 幾支是可以 可以再持續觀察 那因為 只有三支 只有三支有達 聲風很大 這個是我自己會在 後續的再看看 它的變化 那我們今天的複盤 應該就到這裡 謝謝 如果手段有股票的話 有想要 你們 交易過的股票 我們可以一起來複盤 來檢討看看 那另外看是不是就是 可以的話幫我 點個訂閱 那影片的資料呢 還是重複 敘述一次 就是只有 個人的投資紀錄 沒有推薦任何的標的 以及價位 那自己應該要 獨立的判斷 然後減深的評估 並支付投資風險 看看如果真的有興趣的 手上你們有興趣的股票 我們就是 再幫忙留言一下給我 然後就是在 復盤的這個 工作表的部分 來跟大家一起檢討 好 謝謝各位